哈囉 大家好 我是超紫白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飲料店的各種客人 台灣人喝飲料的習慣應該是世界第一名 那飲料店都會遇到怎麼樣的客人呢? 永遠都混不完的問題是一定要 小姐 你們這個 翡翠玲瓏裡面真的有翡翠嗎? 正常甜會很甜嗎? 正常冰會很冰嗎? 檸檬會很酸嗎? 冬花檸檬好喝嗎? 洛神茶好喝嗎? 安華甜跟巧克力茶在哪裡? 喔~~ 那給我一杯清茶 謝謝 寶貝綠茶 小小不好意思 我們的綠茶沒有了喔 沒有了 一點點都沒有了嗎? 賣你兩滴好嗎? 不管是客人還是店員也好 暖免都會有口誤的時候 光是冬花粉條就有好幾種講法 好 歡迎光臨 我要一杯冬花麵條 我要一杯冬粉 小小我 要不要一杯冬花麵條 啊有 賣就煎啦 還有一點 小朋友 你長得這麼可愛 這樣好了喔 來 說掰掰 阿姨掰掰 掰掰 你一把姊姊叫成阿姨 就一點都不可愛了 還有一種客人 全世界的你當最故 小姐 你知道我等多久了嗎? 我前面的人都走了 我的飲料還沒來是怎樣 這趕時間耶 或等一下還要趕火車 拜託你快一點好不好 小姐 你知道我等多久了嗎? 我站在這裡等很久了 沒關係 不用了 飲料我不用了 你點一定要那麼臭嗎? 我花錢來買你們的飲料耶 不以後不會再來 等一下 我要把你們這個店拍起來 回去上傳網路 讓大家都知道你們這間店 齁 請問一下 趕時間你幹嘛還來買飲料 你就不用買嘛 趕火車買什麼飲料 那你自己要點那麼難做的飲料 又不要等 人家點兩杯綠茶咬一咬就好了 你他媽在那邊點那殺小 還有很多客人很喜歡做一個舉動 等飲料就等了 幹嘛一直拿錢敲櫃檯 慢慢就覺得夠煩悶啦 還在聽那邊 OK 還有客人各種要求 欸小姐 你飲料做了嗎? 可以改嗎? 我要一杯芒果冰沙去冰 不要芒果 小姐我要三十杯紅茶 每一杯都幫我放兩個冰塊就好了 兩個冰塊就好了喔 你好 請問你要什麼 你不知道我要點什麼? 我是常客耶 你新來的齁 我每天都來買耶 你們店長都知道我要喝什麼 結果你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常客 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存在 只要說出我是常客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神聖 這些身為一線的服務人員都可以忍受 但是以下這種情況呢 真的會讓人覺得很不開心 那你公司要二十元喔 那你水都賺一塊 一二三 為了生活我可以忍 但是我都已經伸手出去接你的錢 你還把錢撒在櫃檯上面 這已經不是尊不尊重人的問題了 這是我的心受不受傷的問題 有些客人做這鍊的公益 真的讓人覺得很佩服 我要一杯綠茶 小姐 我早上來買九十幾塊 你怎麼落到我幾點了 我大家都說你都沒有給我這幾點卡 不是我早上來買九十幾塊 我根本不知道有幾點卡 我從四天買到大天都沒有這種規定 你來得到這種規定 你看 誰在看我這樣合理啊 那你現在還要回答嗎 我一定要監視器出來 我早上來買啊 只能說這樣的客人真的非常厲害 他從一走進店門 念讓他走出去 還有關於不同飲料店的認識 也是大不同 感覺我要兩杯小紅 我要一杯綠茶為少 我要兩杯清茶 一杯去冰 一杯不要冰塊 請問是兩杯都去冰嗎 不是 是一杯去冰 一杯不要冰塊 講了那麼多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因為自己本身做過服務業 出去外面吃飯啊 買東西都會知道 其實有時候店員他也很辛苦 最近看很多報導 都是關於台灣的奧品文化 有一些情緒是會累積的 整天工作下來這樣也很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體諒服務人員的辛苦 謝謝大家 那今天就到這邊 掰 回來錄後繼了 那會拍這個影片 是因為我高三畢業的暑假 玩同色的時候 有去飲料店打工過 所以當時就寫了一個劇本 其實那時候是有拍的 但是也沒有設備 然後也補個牌子 所以就 這劇本就一直流到現在來撲破爛爛 這個是 這次借我們店面的了解 他就要小心 他在三民區的三街三子巷 10號 在劍民公園旁邊 這部影片我還想要再拍下集 如果有任何的建議啊 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掰掰 一杯東粉喔 好 一杯東粉 我怕橘子 欸 對不起 掰掰 欸掰掰 可是還可以嗎 很脆 我還紅寶石欸很脆 是喔 不好意思 我還在這裡耶 玉茶 小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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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你撒起來 撒起來 我又把你撒起來 在這 吳鼻 在這 好脆啊 好脆啊 我剩下三個三個 要到現在八十個了 給你打電話出來 不好意思 坐 這 那個 amazing 這裡 你可以 ك